中国女团SNH48成员孙珍妮 日前因演出录剧 长阅近名人气水长缠告 受到热烈关注 建议就有网友发现 孙珍妮这两年的贴文中 很常看见她在文莫加上一个紫色爱心符号 原来是因为在两年前 孙珍妮收到了一个粉丝的私讯 该粉丝是一名忧郁症患者 奴隶看医生吃药的她 却被周围的人质疑不太像是生病的人 因此经常以伤害自己的方式 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孙珍妮看到后感到十分难过 但由于公司规定不能回复私讯 因此选择发长文鼓励该名粉丝 并答应粉丝要求 只要自己有看到该粉丝发私讯给她 她就会在发文时附上一个紫色爱心符号 甚至会不定期的藏有很多个爱心 希望该名粉丝一定要健康快乐 因为数清楚我微博有多少个 可是一件要花好久好久的事情 借此来激发该名粉丝好好地生活下去 紫色爱心的韩音曝光后 让不少网友泪崩